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头部的后方 在我们睡觉的时候躺的那个位置 整部的位置 预整穴 第二个穴位叫命门穴 命门穴在我们的身后 肚脐的正后方 命门穴 这就是我们本节课要学习的穴位 接下来为大家示范一次本节课要学习的动作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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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我们本节课要学习的动作 接下来进行动作的讲解 首先两脚开立与肩同宽 还原到上一式的动作结尾 两掌立于胸前 下面身体向右转 同时右手转掌心向上 左手转掌心向下 变成一个轴朝前朝后的姿势 身体转向侧方 我们再来一次 旋转身体 同时转动手臂 这一式结束之后 是一个穿掌的动作 左手往你的额前 斜脚45度的方向穿掌 右手向你的身后 斜后方45度角 形成一个斜线的一个对拉动作 然后穿掌之后 左手的掌心朝下 右手的掌心是朝上 眼睛微微看你的左手 旋转的时候 目视左手旋转 一直向左旋 变成右手到你的左边 左手到身后 就从右侧 转成了左侧 下面继续旋转 左手 屈臂 搭到你的命门处 身后的命门处 右手绕头 环绕一圈 然后你的手掌 经过你的耳朵 抹至你的耳朵的外侧 手指搭住你的耳尖上侧 最后一个定式的是什么姿势呢 就是目视你的右肘 这个动作在定式的时候 注意两肘要向外展开 形成一个撑拉的姿势 然后呢 头微微上一样 去看你的右边的肘 大家跟着我再练一次 先立掌 然后身体微微右转 转成向右的45度脚 然后呢 穿掌 向斜后方和斜前方45度脚 穿掌 转腰 继续抡臂 旋转你的脊柱 抡成向左的45度脚 继续抡臂 左手 屈臂 搭命门 右手环绕 贴外耳框 看右轴 同时将两轴向外展开 这是第一动动作 下一动 屈膝下蹲 然后大家注意 刚刚我在做示范动作的时候 我们这个动作 大家要做到一个什么呢 要做到一个内卷 怎么去内卷呢 就是要从你的下巴开始 向内收 然后再到你的颈 肩 腰 一节一节的向下屈隆 身体呢 微微向左倾 用你的右轴 去到你的左膝的外侧 然后在屈膝下蹲的时候呢 去看你的右脚的脚跟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在这个屈膝的过程中 我们的腿部动作是非常简单的 只要弯曲下蹲就可以了 但是比较难做到位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屈膝下蹲的时候 比较容易出现错误 就是它会移位 会有出现位移的情况 就不要出现夹膝盖 或者这样子夹的情况 一定要保持你膝盖的稳定 如果你的膝盖不稳定了 那么你的整个脊柱都会歪掉 所以你要保持骨盆以及下肢的稳定 所以这个动作一定要保持你的步行的稳定 千万不要出现歪拧的情况 这样可能会拉伤你的腰部 大家跟着我再来一次 右手的掌心搭在你的整部 预整穴的位置 掌指搭在你的外耳框的位置 好 看右轴 左手搭在你的命能的位置 下面我们开始内卷了 从下巴开始向内卷 然后呢 肘也微微向内包 好 慢慢地向你的左膝外侧旋转 然后保持膝盖的稳定 到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停了 建议不要蹲得太低 或者前倾过多 这样子会造成一个头晕的状态 如果有一些供血不足的情况的话 会有悬晕的状态 特别是年长的人 这个动作还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在我们屈膝下蹲的时候 后面那只手掌指朝上 沿着脊柱向上推 大家看我做一下示范 在你屈膝下蹲的时候 左手沿着脊柱向上推 好 推到你的极限之后 起身的时候 左手缓缓还原到原位 还原到我们的命能屑 然后呢 看右轴 我们这一个动作是一共练三次 我们如果只练一次的时候 你们结束之后就目视前方 如果继续下一动 你还要练第二次的 那么你的头部继续往右看 只有在最后一动的时候 目视前方 我们举一反三 做另外一边 大家跟着我来一次 最后一动结束 看正前方 好 两臂缓缓 松开 落平 下面 轮臂 现在我们一起 轮臂向右旋转 右手搭命门 左手绕头部 贴你的外耳框 然后看你的左轴 同时把右轴向后展开 你的命门处 右手微微地发力向内按 下面 屈膝下蹲 右手缓缓上推 左轴往右膝外侧的方向靠 身体向内卷 到位之后缓缓回收 一节一节地 展开 看正前方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动作 接下来我们进行辅助动作练习 下面请大家跟我一起进行辅助动作的练习 第一个 请大家拿出你们的左手 搭在你的后脑勺 头微微向左倾斜 45度 然后向下 下颌向内收 向下拉伸 手臂微微用力 下压你的头部 然后牵拉我们颈部后侧的肩胛提肌 定5到10秒左右 感受到微微的灼热感之后 慢慢地放松 下面我们牵拉另一侧 搭在后脑勺 然后呢 向右旋转45度 向下 可以有微微动态的动作 微微弹动 你的手部 然后呢 去牵拉 然后定格 5到10秒 微微感受你的肩胛提肌 有灼热感之后 好 慢慢松手 这个动作 反复地可以练 5到8次 每次 5到10秒左右 下一个动作 请大家把左脚抬上来 像一枪二郎腿一样 放在你的右腿上侧 下面 保持身体的中正 右手撑在你的 身后 然后左手 我们同侧的手 进行一个侧拉伸 大家跟着我一起 向右拉伸 然后呢 在向右的同时 你的膝盖要有点向外 向左撑的感觉 大家向右拉伸的时候 感觉到一点点 腰侧的灼热感 5到10秒之后 好 旋转脊柱 把脊柱向下旋转 向右拧 好 肩膀不要提起 这个动作也保持5到10秒之后 缓缓回收 下面我们换一只脚 右脚 上脚 然后呢 左手撑在身后 保持身体一个稳定 右手提起 向左侧拉伸 右膝向右顶 保持5到10秒之后 旋转脊柱 肩膀向下沉 感觉你的手 继续往远拔开 感觉到腰侧的拉伸之后 将腿放下 同一个动作 练3到5次 每一次练5到10秒 这个动作会很好的协助我们 把酒鬼把马刀练得更加到位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辅助练习 接下来我们进行完整的动作练习 酒鬼把马刀是 右转 轮臂 脖耳 斩 两转核 开 开 开 合 开 合 合 开 合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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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臂自然伸展 轮臂 博尔 两轴展 合 开 合 合 开 合 转正 两臂自然伸至侧平举 转掌心向下 本节课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